高中毕业以后参加电影学院的考试 同时被三所好的艺术高校录取 刘云龙最后选择了北电 他在上学的时候十分努力的学习 别人出去玩的时候他就泡在图书馆 大学时还出演过青春无悔的男二 毕业以后开始接戏 但他因为长得太帅了 很多角色并不适合他 有导演认为他这样的颜值拍戏会有局限性 当时便成了无戏可拍的艺人 后来他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 他在这上面确实很有天赋 公司也是扮得有声有色 不过比起当老板 他更喜欢演员这个身份 所以随后他又回到了演艺圈 在主演了《非常爱情》之后 观众们看到了他的演技 也让他的名气在圈内打响了 越来越多的导演请他去演戏 后来他和杨健一起创建了传媒公司 随后他进军导演圈 自己当起了导演 《暗算》这部剧就是他自导自演的 这部剧播出之后 受到了观众的连连称赞 大家认为柳云龙非常适合演叠战片 这部戏也是让他挤进了 大拍明星的行列 后来他和张嘉义主演了一部叠战片 收视率也是非常不错的 柳云龙是一位好演员 也是一位好导演 无论是拍戏还是演技 都是想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他在圈子里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从不捧高踩低 有些导演在有一部好作品之后 就开始目中无人 但柳云龙不是这样的 他有什么不懂的东西 都会虚心的请教前辈 在这个圈子里